今天这本书被我列为人生必读 尤其推荐还在学的孩子们 特别是老师很没有同理心的那种 还有啊 正在上班的社畜 身边的老板同事朋友们 特别机车 全部都是那种喜欢抬高自己 点滴身边万众生物的那种人 那你 非常需要看看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 嗨 我是雷公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hello guys 欢迎回来所有食物时间 我是那可无妙 这是一本从小学生到老人家 都能轻松看懂的心理科普书 作者用童话故事的概念 简单但是深刻的描述 愤怒 潜意识 自我审判 儿童自我状态 父母自我状态 成人自我状态 适应性儿童 调体型父母 怡情 等等的心理学理论 这些名词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书中还有附图详解 加上是童书体的概念 看过真的很难忘记 还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我很喜欢看小说 从故事里学习理论是最快的吗 这本书 完全印证了我说的这句话 我们故事的主角 是只得了忧郁症的蛤蟆 他身边有三个好朋友 河鼠 岩鼠 老欢 登 极力劝他去看心理医生 于是蛤蟆遇见了 苍鹿医生 借由十次的沟通分析 蛤蟆重新认识了 自己的童年生活 和原生家庭的问题 也更能冷静的看待 与朋友们的相处 当然最后他也能脱离对于仓路的依赖 活出自己想要的人 呃 花生 故事大纲不是这本书的重点 我觉得这本书最值得一看的是 那一些简单易懂的心理学理论 接下来我会依据顺序帮大家 把重点一个一个梳理开来 当然我再次强调 即便我已经把重点说完了 藉由阅读的过程 只要你有想要改变的心 无论是忧郁症还是高敏感人 都可以找到一个跟身边的人舒服共处的方式 只要你想要改变 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 不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家人 我不知道荧幕前的你会不会这样 如果今天有人突然对你很不高兴 并表示对你很失望或者生气 呃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在书中 蛤蟆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别人对我不高兴会让我不安 然后我会试着想要安抚对方 让他喜怒 为了让对方再次喜欢我 我几乎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我就承认我是傻瓜 还向他保证我会改善我的行为 当对方再次生气 不是蛤蟆的错 蛤蟆还是一样 我记得自己在他面前 卑躬屈膝的承认过错 并且保证未来会更谦卑更顺从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尴尬又难堪 但为了不要让别人生我的气 责备我 我什么话都愿意说 我不晓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父母发脾气的瞬间 每个人在学习怎么面对愤怒 以及试图求生的时候 这一开始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当别人在对自己提出责难的同时 有些人会回到 儿童自我状态 那什么是儿童自我状态呢 简单来说 就是童年残留的遗迹 包含我们小时候会经历过的所有情绪 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其实只有很基本的几种情绪 像是快乐啊 热情啊 愤怒啊 悲伤啊 恐惧啊 而且就算是大人 也很常回归到这几种基本的情绪里 依据处理这种情绪的状况 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否还在儿童状态里 心理医师其实最常询问蛤蟆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你当时处在哪一种状态 像孩子一样被骂着的感觉 可能会激发身为孩子的求生本能 想办法先安抚对方再说 这就是 适应性儿童 书中的一段话 父母也是人 不可避免的将观念与行为传递给下一代 所以子女要学会的是如何因应与避免受到不好的影响 我们学习的是一种生存策略 并发展出一套行为来面对父母与其他人 够幸运的话还会有余力享受人生 从呱呱落地开始 孩子的生命里只和另外两个人在一起 他们巨大的多 而且完全依赖着他们 不只是食物 同时也有感情上的依赖 而且无处逃脱 唯一能做的就是适应他们每一次的喜怒无常 这两段话完整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大众心理学 经过了几次的诊疗之后 蛤蟆发现自己在朋友圈里面常常处于适应性儿童的状态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为任何事情生气 否则他就会受到处罚 于是他一次次的吞下怒火 转变为内疚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给习惯逃避的你》里面提到 刚一个人习惯用忍气来处理情绪 吞声来处理关系 表示他缺乏自我表达 无法正常的表达自己的需求以及感受 也可能是过去成长的历程造就了他必须要压抑自己的需求 先照顾别人的感受 又或者是在表达需求的时候引发强烈的冲突 为了不重蹈覆彻 变成了不吭声不表态的孟葫芦 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 C型人格也是适应性儿童发展出来的一种求生方式呢 而儿童常见的顺从行为包含了 附和 取悦 道歉 依赖 用这些方式来保护自己 这里在允许我引用书中的一小段话 蛤蟆说 当你被迫顺从某个人的时候 就表示你不与对方争辩 对方怎么说就顺着他的意思 并且同意他们的想法 藏路接着说 顺从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学习把依赖当成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真正长大成人 既然有儿童的心理状态 那有没有大人的心理状态呢 有哦 过年期间也许你会遇到一些亲戚得高望重的长辈 总是很喜欢以老卖老 试图改变你的想法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方式 即便你不见得需要被教育 因为他们正处在 父母自我状态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哦 当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总是会忍不住想要 教育一下对方 对吧 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可以逛逛YouTube的留言区 应该可以发现不少的 其中又有一种状态叫做 挑剔型父母 顾名思义 他们充满了批评 愤怒 严厉的言论 这时候可能会有些人说 嘿 我不可能有这种个性 因为我从来不对别人发怒的呢 就像故事里的主角蛤蟆一样 但是这种挑剔型父母的核心概念 其实是 如果你是一个会自我批评的人 那就是啰 多数人都有反省的能力 奇怪一点可能会严厉的惩罚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探讨 爱自己的原因 很可能是自己过度批判自己了 只有察觉自己陷入了 儿童状态或是父母状态的情况 才有可能把自己拉回 成人自我状态 也只有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才能理性 不情绪化的方式来处理 当下发生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状态下 计划 考虑 决定 与行动 都能表现出理性且合理的行为 不会被父母影响或是陷入 儿童的感觉 即便如此 每一个状态下的自我 都相当重要 并不是要杜绝原始感受 或是传统价值观 而是要能理性的面对自己 了解自己 相当重要 一个好的咨询师 能够帮忙的 就是鼓励患者进入成人状态 在这边强调 是鼓励不是强迫哦 没有一种药可以吃了 就让你快速了解自己的 也没有任何人的指令 能够让你照着做就快乐起来 也是回归到我一开始说的 只有你自己 真的想改变 想通 才能真正有所改变 当然我明白 要保持在这个状态很难啦 心平气和的时候 想要多理性就有多理性对吧 但是作者认为 所有的生气或是悲伤 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最根究底 是我们自己决定 和选择要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遇到某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会触发生气或是难过 但这些其实都是 潜意识的制约反应 行为学派认为 当两件事物经常同时出现的时候 大脑对其中一件事情的记忆 就会附带另外一件事情 最早是俄国生理学家 巴洛夫的一个狗狗实验 当狗狗听到铃声时 就会为他吃好吃的东西 久而久之 他就习惯了这个连结 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变成了一个自动反应 再加上大脑又是一个很容易开 自动导航达成节能的器官 要意识到并且控制自己的情绪 相对比较耗能一点点 用自动处理不是方便很多吗 但是 这样很不公平啊 就真的有一些 王八乌龟蛋会做一些 让人不开心的事情 那个谁谁谁对我不好 那个谁谁谁不珍惜我 怪罪别人总是很简单的 因为怪罪别人 在儿童自我状态下 是最容易的选择 如果是在成人自我状态里 可以开始思考 该做一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更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 那么对于那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人呢 作者建议 原谅他们 原谅跟放下才能往前走 这不是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是我在以前好多本书里面看到的 也是我正在练习的 因为我发现纠结在那些过去里面 很难着眼于现在 更别提未来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 这样不是很懦弱吗 不是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吗 不是要试着替自己争取一些不公不义吗 所谓的原谅跟放下 我现在学习到的是 把力气放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不确定 讨公道能不能争到一口气 但我很确定 在讨公道的过程中 自己会先遍体敌伤 敌损1000 自损800 以前我很讨厌听到这句话 直到我体认到 自损是先扣的哦 而且是那种持续不断像中毒一样 伤害自己的身心灵 当我体认到这个事实之后 我就一点不在乎对方的死活了 我只想好好的 爱自己而已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张 我很爱的章节 心理游戏 这些游戏的花招大不相同 但共通目的就是 玩家都非常的痛苦 也不开心 我看到这个章节了之后 豁然开朗 对于观看自己的人生的角度 也有所不同了 人不但变漂亮了 考试都考100分了呢 不要下班好吗 麻烦各位先问自己下列两个问题 我认为自己怎么样 我是好的吗 我认为别人怎么样 他们是好的吗 这个好或是不好相当主观 你可以随机把自己带入一个情境里面 然后回答这两个问题 无论好或是不好 我们都会简单得到四种组合 我好 你也好 我好 你不好 我不好 你好 这其实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心理地位 既然我们知道童年的态度会影响自己一辈子的选择 很可能自己这辈子就会呆在这个自己选择的心理地位里了 它的影响之大甚至是相信自己就必然只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才有那句话嘛 相信就是力量咯 像是酗酒的人可能会相信自己就是不快乐不顺利 想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接着明天宿醉吐得一塌糊涂表现不佳 就验证了自己的悲惨预言 接着就越发相信自己是如此的不值得 又或者是猜猜我在想什么的心理游戏 长期以来老师学生们都在玩这个游戏 当然老师稳赢的啊 通常起手式的问题是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搭配着心理地位 我们可以一一去检视 什么样的人会分别玩哪一种心理游戏 比如说 我不好 你好 代表着对自己的评价较低 认为别人都比自己好 一般而言 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很容易有受害者心态 严重一点甚至会有自残跟自杀的倾向 最常出现的心理游戏是 我是倒霉鬼 可怜的我 无论我做什么都要爱我 又或者是 我好 你不好 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通常在游戏内会生气 或至少批评别人 这种心理地位的人往往有权有势 居于高位 例如一家之主主管等等 通常是某个人先犯错 然后权威者愤怒的指责 小题大做甚至是咆哮怒骂 藉此证明两件事 一 别人在本质上是无能又不可靠的 二 责备和惩罚别人是他的责任 要不然 那一些人会以为犯错没有关系 诸如此类的游戏还有 为什么你总是能让我失望 我逮到你啦 你怎么敢 这种心理地位的人很少甚至从来不会沮丧 在愤怒的状态下是抵抗沮丧的绝佳防御 因为他们总是怪罪别人 所以也不会内疚 他们护卫自己的方式 就是把内在的恐惧投射在别人身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怒气转向别人 初中举例了计程车没来的例子 如果是我好你不好的人 一定会怒法冲冠对着客服破口大骂 那如果是我不好你好的人 可能就会陷入难过的情绪 质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把时间跟地点约好 这个例子真的超真实的 我就被Uber放过鸽子 但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自己穿的太不显眼 所以司机没有找到我 当然今天讲的这些心理游戏 并不需要给人贴标签的 而是我们可以藉由破解心理游戏的方式 去理解一个人的行为 特别是了解自己 自从我理解了这些人的行为之后 我就知道我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么糟糕 只是他们想要让我陷入了一个心理游戏 而我拒绝因为这场游戏 在影响我的情绪 我想借着这一点 试着达到我好你也好的状态 唯有这个状态是非常动荡的 一个不留神又会掉去儿童自我状态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 长大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 最后老样子来讲讲我的读书心得吧 这本书会这么快被列为人生必读 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算是孩子也能理解的大众心理学 实在难得 从1997年创校至今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缺点就是书中的角色都是动物 我一直搞错两只老鼠的设定 对啦我知道他们不是同样的生物 但是这个是我的问题好不好 还有重点都散落在故事之中 所以要复习找重点的话 会变得相对困难一点 建议这本是买实体书的小猫呢 对于心理游戏有兴趣的孩子们 书中补充了另外一本 沟通分析心理学的经典著作 人间游戏 博客还有在卖 我是一定会收一本来看的啦 在这边就一并推荐给大家啰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分享献给 陷入游戏而不自知的朋友们 心有一力 欢迎使用加入按钮 一个月75块钱 支持我继续在这里 分享一本好书给你 我会非常感谢你的 那么我们就下一本 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其实今天我本来想穿那个 青蛙的衣服 然后穿了之后才发现 这个牌子不是青蛙耶 它也不是两棋雷 它是河里 糟了